这个球出手打到了右半边 来看一下飞行距离够不够远呢 结果289红出现了 大师兄林智胜的这发红不让 相信许多球迷还印象深刻 这一棒不仅为球队智胜注入强心针 更追凭同为台东出身的前职棒球员 张泰山的拳雷打记录 两人并列中职拳雷打王 如今中华职棒确定5月24 25号102天 在台东举办例行赛 由忠信兄弟队上乐天桃源 不仅球迷期待 球员们也很兴奋能回到故乡 当然是很兴奋 因为其实他们虽然是台东的球员 可是事实上一年能够回家的时间并不多 因为大部分12个月里面有10个月都在球队 球团回馈给我们每一场是2000张 所以总共有4000张的票 那我们全数都给我们的台东的民众来索取 睽違14年终止重返台东打比赛 中兴兄弟球团特别回馈4000张内野票给台东乡亲 而县府规划把其中466张票分送给县内各级学校棒球队师生 至于另外3534张票 则分成两个场次开放宪明网络登记索取 台东县府表示3534张宪明回馈票将在5月14号早上9点开放登记 美组身份证字号可索取两张票 额满为止 并强调赛事全场配合中央防疫规定 期待所有球迷能一同到台东球场为选手加油 原始新闻主持人台东旭采访报道